大家早上好 今天播第二期 上次的那个播出还蛮成功的 有这个好多我们会员 他们也就问我怎么买那个 Tummy Friendly的牛奶 我都一一告诉他们 而且都发了照片 看来像我一样的 吃不好就拉肚的那个牛奶 吃不好牛奶就拉肚的人 还大有人在 所以我想能够给大家点帮助吧 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今天这一期呢 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菜肴吧 也就是说 现在那个有一种蟹 螃蟹 当然了我们在国内都吃大杂蟹 现在吃不到大杂蟹的话呢 这边也有螃蟹 可以在Pack and Save 就能买到 三块钱一只大概 就说大的三只也就九块多钱嘛 十块钱以内 现在吃螃蟹的时候 因为天凉对吧 就是我讲的是国内是天冷 但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天冷 但是不知道这儿怎么会有螃蟹的 我也是很奇怪 买了 然后呢就做了 很好吃 所以给大家推荐 这螃蟹呢 很好洗 不难 你把它从那个屁股后面 比如有一个那种三角样的那个东西嘛 把它扒开来 然后用劲往前一推的话呢 它整个壳就开了 开了以后呢 把它那个肺部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它的肺把它清掉 清掉以后呢 把它的那个 其实在水里面晃两下 它那个肚子里面脏就出来了 是吧 然后呢 你把它那个脚 脚指甲那个地方 反正没肉的吧 都把它用刀把它切掉 然后再从中间破一开 然后再从旁边 就是它的那个腿的 不是有四条腿吗 两个分开 然后再破一开 在摆水里面晃晃 然后就切一点葱丝 葱 这个葱末 姜末 摆到里面 放一点盐 再放点酒 黄酒 烧菜的黄酒 实在没有黄酒的话呢 你可以放点啤酒 给它这样子 在那个盆子里面这样 放个二十分钟 当中的时候 你把它翻一翻翻一翻 给它摆到那儿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以后呢 你可以用 这个 芡粉 也可以用面粉 你把它蘸一蘸 为什么要蘸一蘸呢 因为它这样呢 它肉它在油炸的时候 就不会跑出来 这样的话 放点油 油呢 不要很多 但是呢 放一点点 就是锅底吧 把它盖满的那个油 就把这个螃蟹放进去 一块一块的 把它煎得 红红的 出香味了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拿出来 锅里面还有一点点油嘛 你就把那个姜片 还有葱 切大一点 那个葱白 放进去 给它炸出香味 再放一点 大概 一点点吧 你自己看吧 那个平底锅 盖住点锅底 就可以了 那个水 放点酱油 放点五香粉 或者是放点什么 你想吃的干辣椒啊 或者是什么 你想吃的吧 然后 给它多开 开了以后呢 你再把刚才那个 拿出来炸好的螃蟹 往里面一放 然后 这样拌拌拌拌 给它拌 烧个一两分钟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 卤着 就是水啊 就干了 基本上就是说 你再把葱花 还有一部分 刚才是葱白 进去煎 炸 炸出香味 现在就把葱的 那个 就是葱叶子啊 放进去 然后一备 一炒 起锅 哎呀 很香哎 这样我们在家里面 做一道这个菜 到管子店 恐怕要卖 三十几块 还没这么多 好吧 再见